皮膚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狀 其實都可以透過攝取純度高的提取物 來改善情況 今集的健康介馬就跟大家一起解構一下 第一種就是螺旋組 過敏反應源於免疫系統的抗疫行動 而這個螺旋組中最引人關注的活性成份 螺旋組多糖和藍組數 正正是與敏感息息相關的 而前者能夠有效抑制身體裏面的過敏反應分泌物 達界素4 而後者則具有優異的抗發炎功效 減緩因發炎而陣治身體不適的反應 第二種就是蘋果果膠 果膠就是蘋果裏面最有益的成份之一 能夠刺激人體大腦中 昇形細胞分泌出 腦衍生神經營養因子BDNF 對內分泌及免疫系統方面的問題 譬如鼻敏感、敲喘、淚風濕關節炎等等 都有舒緩的作用 有意義詞 讓穩定跟道具回憶之一 很聆 今資格 都表達出 微信用 不保證 我 大家好,歡迎收看台灣黑白講 今集是我的杰拉德,還有神秘的 大家好,我是魯溫 這次很特別,找到說話很厲害 又好像認識很多東西 不是好像是真的認識很多東西 真的很像 許留先生 大家好 因為他有一些見解,我覺得都挺特別的 有些事情想跟他聊聊 剛剛吃開飯的時候,魯溫突然說 不知為何,突然爆了一句話 因為我覺得很特別 他那時候喝醉 很清醒,因為他常常開車 因為魯溫不多理政治 我讀政治,也很有興趣 所謂研究了十幾二十年 但魯溫從來都不多理政治 少說這些話 台灣一說到政治就很煩 隨時打架殺人也有可能 所以突然爆他這樣出來,我也覺得有點惡言 其實最主要是這樣 因為上一次錄黑白講的時候 都有提到類似政治的事情 因為傑大你講過 最近有些香港新移民過來台灣的人 或者普遍現在香港有些人的看法 就是覺得,為何無緣無故撐綠 民進黨或綠營的人 偏綠的感覺 反而是不偏國民黨 或者覺得國民黨是不好的政黨 對於我們來說,我們在這裡住了這麼多年 我已經住了大大話三十年 我覺得很反常沒有理由 我們住這裡的話,我們都不會有這種感覺 我們一定要撐綠的 因為綠的來說,對我們 我會覺得不太友善一個政黨 我自己在錄完那一集之後 我自己想想 我會因為這樣 普遍香港人不瞭解台灣的政黨 或者民主的過程 可能都是這幾年 或者比較了解得比較皮毛一點 不是那麼深入 你只打開電視後 全部都是政論節目 經常聽很多的 他們比較不太了解 我個人認為 現在普遍香港人 或者新移民過來的香港人 他們覺得 會不會民進黨類似 像香港那些泛民 那些要反共的 又要爭取民主的人 他們當民進黨是那些泛民的人 所以要撐他們 而國民黨那些 就是比較類似香港那些建制派 即是說很刻薄 又撐共 又打壓市民 打壓言論自由 因為這樣的印象 而認為 我們應該要撐綠營 應該要撐民進黨 但我說不是吧 民進黨 以我們的感覺 不要說太遠 就是蔣經國 開放暴動 30年前開始 解嚴 神民主制度 各樣開始 到現在 其實我們一直都是這樣觀察民進黨 其實自從由李登輝開始 或者後面的陳水扁 以及這次的蔡英文 幾乎是六型偏六的去執政 其實李登輝現在已經是台獨之父 所以 擺明無間道 他在做國民黨的時候 擺明這一段時間 全部都是六型去執政 所以你補錯 你說錯名 他不是叫李登輝 他叫岩征李藍 他說他自己是日本人 對的 以香港人的角度來聽 剛才魯溫的這番話 就代表他是一個民主的國家成長 和成熟 為甚麼 香港就覺得 要是民建 要是黃絲 要是藍絲 要是正的 要是邪 一定要想到一方是正 一方是邪 可能反過來是藍絲 那邊的泛民是邪 他們永遠就是這樣 咬來咬去 他們就把這套理念放在台灣 可能他們會誤認為 民主黨就是泛民 要支持他 反共 但當時自己想 反共也不一定是好人 你知道要分辨 因為陳水扁的年代 或者蔡英文的年代 尤其是陳水扁的年代 他做很多骯髒的事情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現在在坐牢 現在坐牢 譬如探污 其實還有很多 譬如我舉個例子 譬如那時的紅三軍 那時要反扁 叫陳水扁下台 一個叫做施明德 是這樣的動作 施明德那時帶頭 我們帶紅三軍 怎樣反扁 施明德很多人不認識 不凡Sherger 施明德都是民進黨人 民進黨出來 他都做過民進黨的黨主席 也是民進黨 之後就是反民進黨 反扁的 當時我最記得發生的一件事 他打算入高雄 在高雄裏面抗議 搞示威活動 誰知道當時的高雄市長 就是陳菊 就是民進黨執政 竟然在路口 攔截他們 不讓他入高雄市 不讓他入高雄做示威抗議 這些是民主制度的人嗎 他直接阻礙民主 言論自由的事情 比威嚴的時代 如果香港來說 他投共 為何阻礙他 就是這樣 這些種種很多事情 很多人不知道民進黨中間做過 這麼多 不一定是民主或自由的事情 但我都不知道 只知道他是反共 支持他 就是這樣的意思 我想表達這些 補充一下 是把口說反共 你是不是 誰知道 做他的事更好 先不說這件事 說香港人 我們都看到新移民 現在是三年前 蔡英文當選總統 2016年 他5月 520 就職典禮 就職典禮之後 第1個過慶 我看到有些新移民的香港人 直接在Facebook上寫 民進黨上場 快點放貶 去參加就職典禮 就憑這些言論 就知道 你根本不知道民進黨在搞什麼 蔡英文和齊順 兩個派系 不妥的 正如賴清德 和蔡英文都不是一個派系 如果最近 稍微留意一下 那些新聞都知道 什麼民進黨 什麼四大天王 四大老坑 都公開反蔡英文 就是說 其實他們已經有很多派系 我先假設 蔡英文是反共的 假設 我沒有說他是 也沒有說 我中立本說 假設他是 不代表其他派系會是 首先這個很重要的 大家要明白 一個民進黨裡面都很多派系 同樣國民黨 可能某個國民黨人 真的是親中的 賣台的 先當他是 不代表整個國民黨都是 都一樣 90個派系 你怎麼知道他是還是不是 我剛才你說的不是四大天王 是四大 什麼 深陸的大佬 大佬 這些名詞 太多了 逼供 最近有個民進黨人說 韓國瑜的老婆還說 外戚乾淨 這些充分表現出 這些 不學無術 老婆幫老公 先不要說乾不乾淨 假設是 都不是叫外戚 都叫後宮乾淨 那是誰先過來 這些人 香港也有董太的時候也是這樣 董太就是後宮 你不能叫外戚 什麼叫外戚 麻煩你先讀書 首先 民進黨 國民黨也好 很多派系 你不要當它是一個聲音 裡面都90個黨派 我們記得有一集六 九合一選舉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再聽 我們當時說過什麼 當時已經說 其實這次民進黨也很嚴重 我們當時說過 都如冊過 很多深陸的都不妥為民進黨 結果就是這樣 不是你所想像的那麼簡單 正式不是很簡單的事情 是很複雜的 還有所謂說到反不反共 你什麼時候叫反共 說而已 政治語言 說你就相信 我 這樣代表是一個成熟政黨的體制 支持這個政黨的人 他不會盲撐 香港那些不是 盲撐 所以民進黨人都不同 因為他知道 有什麼應該做 有什麼不重要 簡單的 被他騙了很多年 這是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 這方面 香港朋友要學一學 不要盲撐 加上今次高雄選舉 這麼明顯的例子 綠色執政的幾十年 那真是綠色執政的地方 不是那麼容易打破 但他都反映了高雄的人 都醒覺了 他覺得你騙了這麼多年 都搞這些事情出來 搞不到什麼出來 我當然要撐另外一個 所以我覺得政黨輪替可以這麼順暢 其實都很難得 還有一些例子 我不想舉得太明顯 說得太明顯 你們又說我支持國民黨 其實我從頭到尾都說我沒有支持國民黨 簡單這句 國民黨就是PK 我告訴你 國民黨是PK的 民進黨更PK 國民黨好一點點 在我眼中 但都不是好東西 最重要的 基本事情都做得到 有些事情都做得到 他猜得到民生 或者政策事情 會想台灣好的 基本上 可以這樣說 生活上 或者做生意 但之前 甚至有些民進黨的縣市 是反商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那時候 有一陣子 譬如張化 有些人說要來開廠 不可以 不可以 禁止 每個人都已經 認譽民進黨是反商的 你只是一例一憂 已經很明顯反商了 如果有參加的講座 我也聽過 我大概解釋了 浪費我十分鐘去解釋 什麽叫一例一憂 浪費我十分鐘去解釋 之後 結論只有一個 千萬不要聘請人 還有一間公司 除非是手作仔 不然怎可以不聘請人 你是不是搞壞台灣經濟 你是不是玩東西 如果要說 要我說 什麼所謂親不親中 我真的很懷疑 民進黨是甚麼親中 搞壞台灣 親中外台 即是你勒國民黨 你勒國民黨親中 我不支持他 沒問題 你要改我 但拜託不要標準 如果你是親中 而不支持他 那民進黨也是 剛才阿魯溫 那個主動名 住了這麽多年 幾乎 很多開放去大陸的東西 都是陸營所搞的 民進黨開放 就是這樣 小三通是阿扁搞的 開放給大陸買樓 又是阿扁的 你跟我說他不親中 這些例子 還有你說國民黨是甚麼親中賣台 如果是 今時今日你和我都不可以說這些 馬英九八年前 第一任總統 破了歷年紀錄 得票數是高到 全面執政 然後國會全部是國民黨 那時候賣了 做了特區政府 還要等到現在被你罵 有時候有些事先融一下路 多點了解一下台灣以前的民主發展的過程 大概會知道 還有有人說 馬英九和習近平都騙了手 很朋友 還不是賣台 我很簡單說 不要講政治 我講我做生意 我做媒體生意這麽多年 十幾年 有些社手 或者有些客人 和我合作了十幾年 我一眼都沒見過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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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什麽年代 你怎知道民主黨沒有人和習近平通過話 你知不知道 我的社手和我合作交稿交了十幾年 我都沒見過他一眼 總之他給了稿我 我給錢 他 那就搞定了 那你怎知道他們不會在中間談過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我沒有說是一定有 也不排除 中立說 不一定要見面握手才叫做真的 好了 OK 你說不是 我是信握手就是假的 就是賣台 我提出兩件事 給大家想想 蔡英文派宋楚瑜去見習近平 去年 好像還握手 宋楚瑜當然是握手 宋楚瑜的心分是什麼 總統特使 他握手就是代表總統 那代表什麼呢 又準備賣台 又賣台 安倍晉三也跟習近平握手 特朗普也跟習近平握手 他一個賣美一個賣日 吃飯 特朗普還讚習近平 好啊 其實長年執政都好 我也要學一下東西 還讚金正恩 金正恩 金正恩的兒子 金正恩就說他聰明 什麼什麼什麼 都是說這些東西 他讚到天后 讚完習近平之後 我就貿易戰隊來吧 賣美國啊 不是那麼簡單 不是提出一些東西 說完之後就一定是 不是那麼表面 不是那麼簡單 我當國民黨人真的賣台 假設是 是的 這麼容易讓你知道嗎 嗯 就是很簡單 不過說一下 剛剛海流生意 也在 或者你也可以說 這段時間 對於九二一選舉 或者台灣的政治 你有什麼看法呢 其實我認識那些 有時候跟不同的台灣人聊天的時候 雖然我個人問我 但都可以跟他們聊天 我發現他們不是香港人所說的 不是那麼政治化的 就是他們對於大陸的 香港的情緒就是 那些 自由行 不要讓他們來 很天氣 很瘋的 對於大陸 即逢聽到 逢中必反 什麼都要趕著大陸的人 不要讓他們來 但台灣人其實也不需要這樣 沒有 沒有這些 其實沒有一些很政治的 蛇掛在口邊 完全是沒有的 就算你看到蘋果日報 在香港來說 其實很賣一種仇恨大陸 激笑大陸人的東西 反而來到台灣 他們的蘋果日報 都算正常一些 因為他們沒有敵人 香港的敵人就是 共產黨或大陸人 來到台灣正常很多 像一份報紙 有些文章看起來都可以 如果大家不要只顧 看台灣的Facebook 或者上網 看一些留言 或者看一些新聞的 網路上的事情 不要這樣做 對 有些人說 高雄什麼 我聽到很多台灣 香港朋友 都反映 說 高雄怎樣 淪陷 做匪區 跟大陸做生意 Tesla的老闆 剛剛在上海的廠開 見到李克強 李克強又說 你這麼喜歡大陸 我可以出一張大陸的錄卡給你 這個怎樣 比韓國瑜更離譜 擺明收買 直接去到開廠 我覺得 香港的朋友 不需要想得這麼偏激 和這麼容易 還有說回這件事 其實香港人 在中國開廠的歷史 幾十年 是 那怎樣 那幫香港人 又是值得的 賣港 他們迫不得已 我迫不得已 迫不得已 我為了生活 所以台灣就貪得已 不是為生活 貪過人 真的要 有些人的論調 因為台灣人窮得太久 所以要頂不住 所以要投降 投共 沒錯 窮得太久 這個terms 我覺得是 我們上次講選舉 那集也提過 今次講完這句 就結束今集 新真正的台灣 有兩個政黨 據我所知 是廣到明支持一國兩制 廣到明支持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支持統一的 一個叫做新黨 一個叫做中華促進黨 這兩個廣到明 當然是沒有票了 就是這麼簡單 希望大家明白 或者再想想 好像今天還有很多事未談完 不如我再談多一集 火鬼 火鬼就不會 大家 我希望大家多些思考 多些交流 因為這個節目都多香港人聽 因為廣東話節目 一定有很多香港人聽 所以想聽一下那個角度 下集再談 好 拜拜 拜拜 全新一期健康解碼 第四期已經出版了 今期主要是講解 因為尿酸過多引致的痛風問題 和了解一下濕疹的成因 隨書會有240元現金券 和會附送價值198元的痛清 記得不要錯過啦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到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控油去屍 固法 欲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